大家好,我是小安 冬天特别好长肉 肚子大了,腿变粗了,腰也变粗了 很难看的 不过朋友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今天给大家分享最近特别火爆的南瓜瘦身法 吃一天,瘦二斤,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坚持一段时间后,腰变细了,肚子也小了 特别的给力 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 先准备一块南瓜 不要太多了,一小半就可以 这个南瓜真的是超级的大 是我姥姥给我的 特别的好吃这个南瓜,很甜的 自己家种的,无任何的添加 天良的食品特别的好 再把里面的籽还有羊全部去除不要 南瓜籽不要扔 放到羊台上面晾晒 晒干之后就是南瓜米了,特别的好吃 南瓜米的营养价值很高的 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吃起来甜甜的 用刀把南瓜皮去除 南瓜皮尽量去除的多一点 用南瓜皮有一层青皮 让它青皮影响口感并不好吃的 像我这样去除多一些 不会影响口感 吃起来南瓜特别的甜,很好吃 南瓜的膳食纤维非常的多 而且呢,维生素也比较多 南瓜的脂肪含量也特别的少 怎么吃南瓜都不会发胖的 减肥的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南瓜 南瓜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里面的碳水特别的多 而且呢,特别的优质 多吃南瓜特别的好 南瓜不光营养多 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甜甜的,软软的,弄弄的,很好吃 我们家就特别的喜欢吃南瓜 熬汤的时候放南瓜 或者是蒸南瓜馒头 蒸南瓜花褶都很好吃的 味道很香 南瓜去皮,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吃起来口感会更香 再改刀切成小块 也是一样切得越小越好 吃起来口感会更香 切了南瓜小钉放入盘中 再把南瓜放入蒸屉上面 盖上盖子,蒸上十几分钟 把南瓜蒸熟 蒸南瓜的时间 准备两颗鸡蛋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鸡蛋打湿 来一勺盐 用手搓拌搓拌 把湿盐搓拌融化 搓拌融化 把鸡蛋放在盐水中 浸泡十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再来清洗鸡蛋 这样可以把鸡蛋清洗得 特别的干净 因为鸡蛋表皮有大肠杆菌 细菌 还有一些看不到的细菌 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再去食用 湿盐用好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湿盐 可以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 这样我吃着比较放心 好多朋友们会问 鸡蛋又不吃外皮 为什么要清洗干净呢 因为打鸡蛋的时候 鸡蛋外壳会掉到碗中 如果鸡蛋外皮不清洗的话呢 蛋壳掉到碗中 那么鸡蛋就不可以去啦 但是像我这样 把鸡蛋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如果鸡蛋壳掉到碗中呢 我们鸡蛋还是可以去的 这样一点都不会浪费鸡蛋 特别的好 鸡蛋都用手搓一搓洗一洗 洗干净 洗干净鸡蛋打入小碗中 用筷子搅拌搅拌 把鸡蛋打散 打鸡蛋的时候多打一会儿 打开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 无论是做鸡蛋羹 炒鸡蛋都很好吃的 很嫩一点都不会老 尤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 你这样多打一会儿 打至拎起来蛋液成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 蛋液打好来一点牛奶 50克就可以了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与蛋液混合 多搅拌一会儿 会更加的细腻 混合的更好 十几分钟过去了 蒸熟了 我用筷子试一下 像这样能够轻松的熟透 说明已经熟透了 一定要煮得软爛一点 那要吃一点会更香 特别的有香味 很好吃的 这会儿准备一个耐高温的碗 正好南瓜倒入碗中 南瓜微微的晾凉一会儿 三五分钟左右 再把牛奶鸡蛋液倒入南瓜里面 南瓜温度不要太高了 如果比较高的话呢 它就会成蛋花了 再加入20克鸡石叶麦片 不需要太多 一块的慢慢的搅拌一下 把叶麦片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点葡萄干 这来口感特别的好吃 酸酸的甜甜的 也可以加入蔓延美肝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加入什么 像这样就可以了 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 200度烤上15分钟的20分钟左右 营养又美味的南瓜鸡蛋羹就做好了 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鸡蛋蒸的特别的软烂入味 嫩嫩的很香 南瓜提前蒸过了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绵软 非常的好吃 特别的香 咬上一口 蛋香味十足 南瓜的甜味也十足 非常的好吃 还有燕麦的香味 其实来真的是 别有一番风味 特别的香 这样的南瓜鸡蛋羹吃起来 特别的有营养 而且呢 低脂低卡低热量 一点都不会发胖 怎么吃都不会发胖 我们可以当到晚餐吃 晚上不要吃饭了 吃上一盘 特别的好 饱腹感非常的强 而且呢 不会发胖的 肉蛋吃饱了也不会发胖 南瓜鸡蛋 都是低脂低卡低热量的食物 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特别的好 另外片也是一样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低脂低卡低热量 零热量的 特别好的食物 想要瘦身减肥的朋友们 一定要试这款 南瓜鸡蛋羹 特别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连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